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您提到有关于金融业的发展 您认为低利率对金融业未来的发展 坦白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 那么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尤其像银行跟保险业 未来在经营上都会面临到很大的困难 那么当然外界把它扩大的解读跟炒作 所以把它变成是您跟彭怀南彭主委对上 可是如果仔细看一下你谈话的内容 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实您跟彭主委的谈话 是在不同的一个层面上来做讨论的 您仅是就金融业的发展 尤其是银行跟保险业 事实上当然低利率对他们来讲 在营运上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压力 尤其是国内现在又为了避免房市泡沫 为了稳定房价 所以对于像保险业者 在介入这个房地产的投资 又做了某种程度的限缩 那么在现阶段来讲 对保险业来说去年他们可以借着股市 从4000点到7000点要获利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今年当股市已经从7000点起跳 你说要能够有去年这样的一个获利空间 恐怕就很困难了 那么房地产投资的范围也被限缩了 那么对保险业者对银行业者 今年他们要究竟怎么样获利 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我要来跟主委沟通的问题是 我认为就是说坦白讲 对彭主委来讲 他当然也面临到了某种程度的压力 因为低利率现在不仅仅是为了维持汇率的问题 因为你现在看到全球的景气复苏 目前为止这个复苏 我们很勉强的只能说它是一个很缓步的复苏 甚至这个缓步的复苏会不会再跌回去 都没有人能够知道 尤其是你看到现在欧洲的情况的发展 也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欧洲各国的财政还在持续的恶化 那么恶化的财政状况也没有解决 所以如果欧洲的政府财政赤字持续的恶化 或者是欧洲爆发另外一波危机的时候 会不会再次的拖垮这样一个 缓步回升的一个金融局面 我相信这也是现在 从这个执政者很担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的相关的一些 救世的措施究竟能不能够退场 那么利率究竟能不能够调回来 这现在是变成大家的一个两难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点 坦白讲我不认为 在短时间利率有很大幅调账的可能跟空间 那么变成说以金管会的角度 或者是以行政院的角度来看 我们恐怕要开辟出更多 让银行跟保险业者可以去投资 而且有获利可能的投资标的 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主委 金管会这里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划 对 非常谢谢孙委员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我先很简要回应一下 关于利率风险的事情 因为上次是有媒体问到说 所以有风险管理里面很多风险 中文有一种叫做市场风险 那其中市场风险的内容的时候 市场风险在教科书上有四种 四种有包括利率 汇率 Commodity Risk和Equity Risk 有四种 那在四种里面 他们问到哪一种最重要 我说当现阶段对台湾来讲 利率风险是最重要的 是这样的 故事是这样来的 我想要特别跟您做个报告 刚才你提到这个说 保险业投资标的的问题 也关心到去年股市不错 对保险业有一些帮助 其实整个说起来 保险业对股票投资 其实是相当保守的 在保险业资金来讲 因为他们也有一个额度的限制 他们其实远低于那个额度 按去年来讲 保险业投资在股票整体来讲 大概只有5.87 还不到6% 就在他的资金面来讲 所以他们其实是 很慎重在处理各种不同的资产分配 所以今年股市 即使说好或不好 他们还是用同样的一个审刑原则在操作 最重要的 刚刚黄局长在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提到 保险业需求一个长期稳定的标的 做投资 这才能跟他的整个的资产负债管理 避免产生所谓 Duration Mismatch的问题 就是说 到其实不一致产生的风险 这是他要控管的 那偏偏国内比较劝缺这样的东西 还好我想财政部非常帮忙 财政部在今年也发行了30年的公债 实际上这30年的公债 是很稀有的一项商品 那是保险也最需要的 它也有发行 不过我们国内我想 因为不像新加坡 新加坡有法律有规定 就是说政府即使没有 不为财政目的 也可以发行公债 甚至长天期的 没有财政目的都可以发 那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你没有财政目的 就是说 没有事情发什么 那新加坡有规定可以发 中间很多目的 一个当然也为了说 让有一些机构 可以有一个长期投资的标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说 它建立这个利率 这个一个指标 利用这种定期的发行 定期适量的发行 建立一个指标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我想财政部 你再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是仰仗财政部 在发行公债 这其中一项 对 所以我要请教主委的是说 毕竟财政部发行公债 不能够总是用这样的一个措施 因为你等于是政府在做举债 然后来支付他们的利息 把这个资金吸收过去了 那么问题是说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考量 可以让保险或者是银行业者 能够有更多的投资标的吗 对 国内的确标的比较少 所以现在保险业 他们就很多资金放在国外 国外它当然要造成一些汇率的铺险 就有可能要有一些避险的手段 和避险的成本 我请教一下主委 先前外界一直在讨论的 能不能够开放对中国大陆的这个 证券市场 或者是针对他们的房地产来进行投资 我知道今晚会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么这样的规划 是不是还在做推动呢 对 这个目前还在做一些讨论 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个风险的管理 那我们当然会鼓励说 这个风险是所谓的投资的风险 还是政治的风险 都有 应该都有 但是政治风险其实没有大家想象这么严重 为什么 因为不是只有台湾去投资 当然 其他很多国家的 当然 尤其会去那边投资 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 先进国家的一些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 那这些机构投资者 其实他跟我们的待遇是一样的 大家应该有的风险是一样的 我请教一下金管会的立场 金管会对于 让我们的保险业者 能够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他们的证券市场 或者是投资他们的房地产 金管会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对于到任何地区 任何标的的投资 都是一样的原则 就是需要它分散 是 那有一个上限 任何项目 任何地区 或任何产品 都是有一个上限 到目前为止 这是完全禁止的 对不对 现在正在规划 所谓的规划是说 金管会未来会朝开放的方向来推动吗 对 就是说如果说他那个产品 我们经过研究以后 是符合所谓刚才讲的 长期固定收益的一个商品的话 那在风险管理原则之下 我们觉得是可以考虑 我这样精准地来请教一下主委 就这样的一个政策 目前为止 我们政府整体的一个立场 是采取一个支持的立场 还是只有金管会在做推动 可是其他部门却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我知道过去有很多的政策是 金管会一直很努力地推动 但是卡在其他部门不同的意见跟看法上 所以我要请教主委的是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政策 我知道金管会其实酝酿了一段时间了 那么也希望能够尽快地把它落实下来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有听到规划 一直不断地在规划 我相信不是金管会的问题了 那么就是说 这个政策究竟有没有进行 跨部会的充分的讨论 是不是在那样的一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听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跟阻力 是不是主委 这个事情正在沟通 我想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太强烈的反对意见 到目前为止没有 也就是说照主委这样子讲的话 这个政策未来的开放跟推动应该是乐观的 对 不过很多事情掉到最后定案再能报告 我要这样子来跟主委来做个建议 就是我建议主委在进行内部沟通的时候 应该要跟这些部门做一个明白的这个陈述 就是说其实很多政策是环环相扣在一起 就是说当然这个政策我相信也许陆委会也许其他的部门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如果你不开放新的投资标的的话 你国内的保险跟银行的经营会有困难 那么现阶段你又不能够升息 你又希望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你又希望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这些救世的措施你又不希望退场 所以这些是环环相扣的 你不升息 让这些银行跟保险者经营不下去 他如果一旦倒闭了 一旦有任何的经营风险 尤其是你现在这个缓步的回升 到底是一年还是两年 你又看不出来 那银行跟保险撑不撑得了两年 没有人能够知道 如果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这个救世证措施 反而拖垮了这些业者的经营 又是另外一个系统性的危机 反而会造成另外一个 国内的一个金融风暴了 所以我是建议组委说 这个恐怕要做一个很清楚的陈述 好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